主料,面条200克,泥球400克,黄瓜200克,豆芽150克,辅料,油,盐,生抽,料酒,姜,蒜头,红椒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将泥球放入锅中,加入料酒,盐,生抽,然后盖上盖小火烂煮,然后开盖加入姜蒜,并加入适量的水煮至泥球入味, 加入豆芽一起饭煮,然后加入黄瓜,煮至入味,加入红辣椒略煮,盛出备用,另几锅倒入清水煮开,这次检验,把面条放入煮开的水里,用筷子搅搅,再次沸腾时加入一碗凉水直至煮开,这是备好的凉开水,将煮好的面条和下凉水,盛出拌入刚才的黄瓜泥球中拌匀,就可以开吃了, 烹饭技巧,面条不要煮过了,有一丁点的生正好,这样的面条吃起来口感很好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U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